你们太可爱了 好萌啊 谢谢 也祝你们春节快乐 看过了这些好看的节目 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参与微博互动 如果说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马年春晚最年轻的节目 那么接下来大伙要欣赏的 就是最有历史感的节目 京剧 那说到京剧啊 可能很多人马上会想到 它厚重的历史 其实一两百年前 那京剧也是又年轻又时髦的艺术呢 对 很多人都认为我们80后只听流行歌曲 其实不然 对于京剧啊 我们也是越听越有味道 真心觉得很赞哦 没错 那在京剧这个行当里呢 有几位开山鼻祖是被载入史册的 像成长庚 谭心培 梅巧林 这些人物在当年啊 用现在的话说 那就是超级大腕啊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一起回到京剧 蓬勃生发的年代 去感受原汁原味的国粹 这组名造一时的工笔重彩肖像 史称同光十三局 画中所归十三位人物 借为同志至光绪年间 持名京师的京剧名角 也是后世公认的 中国京剧艺术的奠基者 从徽班领袖京剧鼻祖 成长庚 到临界大王谭心培 再到梅兰芳的祖父 梅巧林 当古老的画卷徐徐展开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 是一段群英聚会的历史 是一个定格血脉精魂 必可复制的华彩树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staple名前》 入阅画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 youtube 》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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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位啊 优优独播剧場 说说 馮小刚 好 我小们 就这位 优独播剧場 你过来 优优独播剧場 我一见他 我就想上吒 我就是这么个人 就说退就退了 弄得我 可偏便 也有小朋友 明天 这东西 主任 我跟主任 咱们 错 这肯定 他说 你就是我 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 我自有酷爱文学几十年 写了十几部电视剧 但写一部黄一部 写一部黄一部 黄的就剩这一部了 同行们都亲切地称我 黄胜一 我说老黄啊 不是 其实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 还特意让我转告你 说你最近写的剧本已经通过了 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 朝勤暮处 溜须拍马的小人物 你老有生活了 你说你怎么写得这么好呢 那是 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可主任还说了 千万别送礼 如果非要送 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那是别的 所以赶紧把这进化器拿走 它是属于你妈的 本来是属于主任他妈的 你妈的 他妈的 你妈的 他妈的 那这文化日说话 咋想马日来 那应该怎么说 应该是你酿的 他酿的 还不说话吗 搬走 朋友们 以后有什么好东西 千万别给领导送 领导不高兴 给咱妈送 咱妈 祝您高兴 我就是这么个人 回电 彩琴啊 彩琴 这要干嘛去这是 我给小彩琴送点水 你 不是你看人家孩子转了都快三个小时了 再说了你看他转的啊 圆圆满满的多吉祥啊 就就 我说阿淑君啊 你这心是好的 你说的也特别好 但是小彩琴的旋转 它含义是什么呀 时间呢 对呀 这时间能停下他的脚步吗 就像我们无法阻挡 马年正一步一步 像咱们走来一样 对不对 不是也是啊 那那彩琴你坚持会儿啊 辛苦了 对对辛苦了彩琴 那这样吧 那就在马年到来之前 咱们抓紧时间 赶紧给大伙送节目吧 对呀 我告诉你啊 下个节目 真是观众期待已久的 尤其是女性观众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个节目 有两个人表演 对 你别说 这俩人还真有点像咱们俩 太像了 一老一少 不不 我是说一个特别有实力 一个特别的帅 朱军啊 我真不是当众夸你啊 你确实是特别有实力 好好好 那咱还是报节目吧 对赶紧报节目 来接下来让我们掌声都请 来自宝岛台湾的于成庆 和来自韩国的李敏昊 咱们再来自宝岛台湾的于成庆 我议下来自宝岛台湾的于成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 真的有点透不过气 你的天真我想珍惜 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是有只会情不自禁 想念只让自己哭了自己 爱上你是我情非得意 就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不敢让自己搞得太轻 怕我没什么都给你 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就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也许有些会情不自禁 想念只让自己哭了自己 爱上你是我情非得意 爱上你是我情非得意 您干嘛呢 您醒醒 该上场了 我这做梦了 哎呀我就梦啊 时间呢真快啊 这眼睛一闭一睁马连就到了 您别装了 您让大伙看看 您站着睡觉不累啊 就这造型 不是不是关键是刚才李敏昊那么帅 都能把您看睡着了 我呀这也是一种表演形式 新的表演形式 我这叫站着眼躺着的戏 你看我演的像不像 您这可太小儿科了啊 您接下来这节目啊 比您这难度可高多了 因为人家呀是躺着眼站着的感觉 要不您跟着学学啊 学学啊 老二 老二 上来 对表 没带 手机 没电 那你回去吧 正好我紧张 大哥 老三 怎么样 上面就是一号也不停 咱们上春晚的梦想啊 就要实现了 放我下来 大哥我想回去了 回来 大哥我是真的紧张 你看 灯泡都帮我 上去看看 又是我 每次都是我珍视的 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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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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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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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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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 别闹了 还紧张吗 不紧张了 可是我的动作比电光了 现在时间还有 我俩陪你再练一遍 好 来 预备 上春晚来表演 我们先给你摆个年 我还三兄弟 想上春晚不容易 我们三个有绝活 不需要动情来配合 给点牙碎钱 还没表演就要钱 我先来把魔术连 魔术他不好练 练不好他就好偏 嘿嘿嘿嘿 拿着理解 看着我 我来陪你拿着两个绝活 大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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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两个大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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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快乐 真是神奇啊 三个哥哥躺着就把这小品演了 是不是 对吧 对不对 我告诉你啊 大哥给你来一个更神奇的节目 魔术 大哥 那个 来 这怎么回事这是 怎么了 一般这个魔术节目旁边坐的 都是董卿你怎么坐在这儿了呢 董卿 董卿啊 不是 你干嘛 他那个剧组说了 像您这种级别的魔术师 让我给你做图就够了 他们一定会后悔的 那行 你拿着 拿着话筒 小朋友们 来来话筒跟上 跟上 我给你们变个魔术 请你们 在这爆米花里拿一粒爆米花好吗 马上 你们就要赋予他魔力了 来 你发工了 你已经发工了 看那花儿 你太神奇了 神奇了 你看你看 你必须要重重啊 不是 这是你给他的功力 我拽不住他了 他要飞起来了 老毕你看他飘起来了 他飘起来了 飘起来了 老毕 回来 我教你啊 你教啥呀 我告诉你不用教 小朋友这点事来 不是老爷教给你啊 就回家呀 你那个口香糖 嚼一嚼 完了之后就粘手上 粘完手上之后 再粘这个盒上 这个盒自然它就飘起来了 就是飘起来了 粘的不是吗 你还教人家 老毕 在孩子面前 不要说谎 我确实没有粘 你绝对是粘的 要不然你转过来 你把那边给小朋友看看 孩子们 我真的没有粘 你看 粘的 真的是插进去的 对呀 我这手是插进去的 怎么是粘的 对不对 你插进去 它飞起来了 你插进去的技术含量 还不如粘的来 想要技术含量高的 对 有 我师弟来了 我告诉你啊 长得帅 这点特别像我 而且我们俩也有共同特点 就是在没有懂清的情况下 一样能变魔术 吹牛 吹牛 你自己吹完牛 还替别人吹牛呢 这是马年 你别提牛行不行 是骡子是马 咱拉出来便便 好不好 有请 法级华人魔术师 Eve 大家好 我是Eve 今晚大年三十 在这个时刻 我相信孩子们最期待 就是领红包 我还记得 我小时候第一个红包 当时里面装了一百法郎 相当一百块人民币 这一百块钱 开启了我的梦想 我用他买我的第一本魔术书 学会了一个很方便的魔术 不管走到哪 随手 变钱 巴鲁克风格的凯雪们 这个是欧元 一百欧元 可以带我飞越欧洲十八个国家 但是要去英国喝下午茶 欧元就可以在这里慢慢地 变成 十英镑 二十英镑 也就是女王图像 如果今天你想去加拿大 英镑就可以在这里瞬间变成加币 既然都走到北美 我们也可以去美国走一走 美金 一美金 仔细看 就在这个空间 美金的颜色就在这里 镜头可以离近点 就在这里如果轻轻地晃下 如果轻轻地晃下 它瞬间变成粉色 这一下子我们走了一万公里 走到泰国 泰国 有很多漂亮的寺庙和宫殿 如果肚子饿了 我们可以去香港吃一些美食 从香港一路玩到 澳门 才知道原来澳门是长 这个样子 也就是两分钟时间 绕了世界这么一大圈 但是我相信此时此刻 你最期待 最渴望的 应该是看到 这个颜色 温暖的颜色 我看现场有一些小朋友 来小朋友 这百块送给你 压缩钱 其实这年头 出国旅游 不用这么麻烦 一张卡 走遍天下 来先生 这样卡 送给你 做的纪念 里面没有钱 哎 对了 你现在 你现在需要 应该不是我的幸福卡 先生你住哪里 山东 山东哪里 山东济南 自己看 这样卡就在这里 如果轻轻地晃一下 这个 就是一张北京 去济南的高铁票 看完春晚 赶紧回家过个年 新年快乐 谢谢谢谢 然后我刚才好像忘记这件事情 小朋友忘记这件事情 今晚是大年夜 所以 这张一百块 不应该这样送给你 因为当年一个红包 开启了我的梦想 我想借今晚的机会 也送给一个孩子 他今年的红包 希望这可以是 你梦想的开始 新年快乐 哇 真的很开心 哇 很开心 回到家乡 给大家分享我的魔术 其实在魔术的世界里面 不光可以 一样东西 变另外一样东西 以物变物 还可以创造另外一种神奇 也就是两只空手 无中生有 我小时候很爱幻想 我会经常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自己面对着自己空空的房间 胡思乱想 在那个梦想 充满梦想的童年 我当时就真的相信 可以从脑子里抓出一个画面 放在手上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空间 也许可以在空气中 找到一个点 也就是梦想 和现实 的一个连接点 也许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空间 这个 不是幻想 梦想 就是来自幻想 只要相信 只要意念足够强大 就可以从梦想中 烤出来 一个面包 梦想中烤出来的一个面包 镜头可以看 这个是真正的面包 我看现场有一些 朋友应该还没有吃晚餐 先生吃吃看 尝尝看 确定是真的面包 分享一些给后面观众们 好 来 分享一些给后面观众们 面包 是我从小到大最常吃的东西 也不是因为爱吃 一个人在外 涂方便 面包就是最方便的食物 跟很多人一样 一个人在外 冬天下雪的时候 都特别想家 我每次想家的时候 都会看看这个碗 这个碗 很像我小时候吃饭的第一个碗 看到它 就有家的感觉 家的温暖 就像一碗 香香 热热的 米饭 今晚大年夜 很多地方都在下雪 不管你是在哪里打拼的孩子 不管外面风雪有多大 我相信此时此刻 你的心 大家的心 都在一件事情上面 也就是 回家 团圆 如果能在这个时刻 吃上热热的团圆饭 应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事情 家 就是每个人的避风港 不管外面风雪有多大 只要回家 一切都解决 也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幸福 平安快乐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易奥 真的太神奇了 她那一大桌子年夜饭 是怎么变出来的 我觉得你此时此刻挺神奇的 怎么了 大伙看看她这个眼珠子 瞪得跟同龄似的 至于吗 年轻人 你就是太年轻了 没看出来那个就是有门子 门子 就是机关 机关在哪呢 桌子上呀 不是 我说的是一大桌子菜 你看刚才那光一闪 有一群人原本藏在桌子底下 就那一闪的功夫端着菜 咔 出来坐那了 就这么简单吗 不可能 那桌子上还有热气腾腾的火锅 再说了 她变魔术之前那面包在那 变之后面包还在那 那不就说明桌子 还是原来的桌子没变吗 哎呀 魔术嘛 你看着神奇就行了 你非得刨根问题 有意思吗 好奇 就想知道答案 你想想我说你年轻的 年轻人 嗯 生活当中啊 我们倒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 不是每一个问题都有标准答案 懂吗 那刚才那答案到底是什么呀 咦 她就叫上劲了 那行了行了 思思这样 接下来呢我推荐一首歌给你听 听完这首歌 也许你还真就找找答案 那赶快有请吧 有个简单的问题 什么是爱情 它是否是一种味道 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 解释甜蜜 然后情节就会有风雨 爱就像蓝天白云 晴空万里 突然暴风雨 不出躲避 总是让人失了不及 人就像幻中看帽 打着喷嚏 发烧要熟悉 冷热挑剔 欢喜 勇于乐此不平 教掌痛的问题 什么叫爱情 它是那么的真实 又很可疑 研究过许多誓言 还哭是烂 发觉越想要解释 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 永远短阵 永远更遗憾 每个人有每个人 每个人不走的经验 那只为时而在飞 时而下坠 时而又落泪 总人变引自己 体会比险条太贵 比较美酒和咖啡 都是谁 各一个让你心 一个让你醉 就请 满我感情 敷一次泪堆 有的很平淡 有的死心裂肺 所以说永远多长 永远短暂 永远更混乱 每个人有每个人 不同的计算 神秘的莫言 誓言甚至谎言 自己去 也许多年 也许瞬间 你自有答案 所以说永远多长 永远短暂 永远更混乱 每个人有每个人 不同的计算 神秘的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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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去 也许多年 也许瞬间 你自有答案 好 我今年上春晚了 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就是我老婆 我为什么要感谢她呢 因为我在家里 什么事都做不了主 凡遇成事呢 我都得请示汇报 这个我接到 当然了 我怕老婆 不是件什么秘密的事 是个很公开的事 很公开 我一接到这个剧组的邀请 我一想 三十晚上不让我回家呀 这哪是我能做主的事啊 我赶紧请示汇报吧 我就写了份报告 尊敬的夫人 锐血飘飘迎马年 直辞马年到来之际 接到春晚剧组邀请 担任主持人阔胡之一 我欲前往 请批准 令 听好了 还有令 因排练需要 需在剧组留宿 当否请批准 很快 我媳妇的批文就回来了 同意前往 往积极完成任务 令 不准在外留宿 所以这回 不管排练多晚 我都回家住了的 男同胞们 听媳妇的话没错啊 下边这位啊 有的时候自作主张 麻烦可就大了 来了 亲爱的朋友们 过年好 哎呀 今天是个好日子 我跟我媳妇 参加了三个活动 一个孩子过百天 一个乔前之喜 还有一个婚礼 我这人大家都知道 爱面子讲人情 不管到哪儿 咱得随个份子 是不是 我媳妇不这样 就因为随份子这事 天天跟我吵 刚才在婚礼现场 就跟我闹翻了 搞得我特别没面子 现在还闹着别扭呢 这样行不行 我求求大伙 待会儿我媳妇来了以后 我说大家好 大家就热烈鼓掌 我一挠头 大家鼓掌加欢呼 这样呢 显着我人缘好 让她瞧得起我 行吗 真够意思 等会儿啊 再试一遍 大家好 太好了 就这样 谢谢啊 老婆 我错了 别生气 行吗 说好了的 随五百 你偏要给人一千 你什么意思啊你 这不是爱面子吗 面子能当饭吃啊 是是是 行了 我们单位有几个同事在这儿 大家好 人缘 没办法 你看我头 怎么样 你就平时对人家好 人家就这样反馈给你 什么都不懂 是是 走了 谢谢啊 这人缘怎么样 啊 你做了 你这叫人缘好啊 啊 挠头谁不会啊 来 大伙也配合配合我啊 来 怎么样 比你还热烈 行了吗 锅子 你知不知道啊 这个月你随理 就随了五千块啊 你说 上下班的时候 人家堵在单段门口 给你发请柬 你好意思拒绝吗 你认识人家吗 去了给了钱不就是认识了吗 又来了 我告诉你 这件事就此打住 咱家没钱 有本事啊 自己挣钱去 又来了 挣钱挣钱 我上哪儿挣钱去 对吧 挣钱的方法倒是有 咱们不是干不了吗 你干什么呀 结婚 现在办婚礼罪挣钱 咱俩结婚都十年了 你说怎么办 咱们怎么不能办呀 咱们结婚的时候 就领了个证 就去旅行结婚了 对呀 我们可以补办一个嘛 补办你光说 补办 补办 你怎么想到的 这事能捞回不少呢 哎呀 我就这么一说 谁来呀 哎呀 我这人缘 我只要一说出去 所有的朋友 必须人道理道 到时候你就在家数钱吧 不用 要真挣了钱哪 你留着随份子吧 我一分都不要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好 你定日子 我现在就打电话通知人 不是 你玩真的 那当然了 抓紧时间 好 下月八号好日子 八号 可以 我打电话 我给你打电话啊 免提 我让你听着 你别老指着我 三 这是我好朋友 喂 三啊 郭哥 啥事 指示 没啥指示的 你这是在哪啊 我喝喜酒呢 都是这事 三啊 我跟你说 我下月结婚 好啊 太好了 我祝贺你 你还没问跟谁呢 跟谁 都比现在这个强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等会儿 三啊 还是你的老嫂子 我们结婚十年了 准备补办一个婚礼 补办 哎 这就对了 我早就说了 你娶谁呀 也不如现在这个嫂子 群众的话也不能全信 哎 你能不能来啊 没问题 算我一个 人道理道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好兄弟 怎么样 怎么样 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 秦桧 我这就算一个了 我还有俩 谁秦桧啊 我们单位有五百人 每人随三百块钱份子 这就是八千 哎呀 什么八千啊 十五万 这么多呢 再加上刚才这些鼓掌欢呼的 多少钱 锅子 少来花你两个份子钱看见把你难受的 我告诉你我这叫灵存争取 嗯 还说我吗 嗯 说我吗 不说了 给我倒水去 你不是说 我是说你可不可 我给你倒水去 哎呀 我跟你说啊 你一边喝水一边等着 我接着打 喂 郭哥 我还是三二 三二 这是刚才要来的 给你嫂子说两句 三二啊 刚才怎么说嫂子来的 嗯 嗯 嫂子 我忘问了 婚礼几号啊 哦 八号 到时候一定来啊 八号我车先号 哦 做出租来 你们两口子一起来 对 八号我俩都有事啊 什么事 我出差 我媳妇做手术 她出差 她媳妇做手术 行了 三都胡说八道 没事 我给四打 四一定来 你放心 啊 你听着 喂 你好 我是四 对工业务 请按一 个人业务 请按二 四静整着高科技 咱们是个人业务 二 你好 请我吃饭 请按一 请我参加婚礼 请按二 共同洗澡 请按三 谁给你写 你好 一婚请按一 二婚请按二 咱俩几婚啊 三婚请按三 不是 咱俩这十年以后补办 补办也是一婚 五婚请按五 六婚 这都六婚了 请按六 你好 处长以上请按一 处长以下请按二 咱是处长以下 你好 请挂机 好嘞 哎 怎么挂了 谁挂的 你 不他这软件从哪儿卖的 行了 人家不爱理你 你人缘好 俩了都不来 还说什么 五百人十五万 刚才鼓掌都会来 你等等我问问 算了 哎 你们鼓掌的八号会来吗 八号 别挠头 来 你们谁愤的吗 行啦 你们就别逗他了 锅子 我告诉你啊 没人会来的 我给老少打 哎呀 老少一定来 哎呀 你听我的 他是我的好朋友 你放心吧 哎呀 你听我的 谁呀 我 老少 说曹操老少到 开门去 你去 哎呀 哎呀 哈 滴妹啊 哎呀 哎呀 滴妹 你是原来那个滴妹吗 啊 怎么了 少哥 哎呦 你怎么这么年轻呢 哎呀 年轻什么呀 都老太婆了 我说 什么老太婆呀 你比原来还年轻呢 哈哈哈哈 哎呦 你这个房子 又重新装修了吧 哦 没有 我们就刷了刷大白 哎呀 你看看这多长亮啊 哈哈哈哈 哎呦 滴妹啊 哎 咱两个底屋 两年多没见面了吧 是啊 我跟锅子 还经常提起你呢 哈哈哈哈 滴妹啊 哎呦 你看 你看你怎么有瘦了呢 你怎么剪的飞 你给我介绍介绍 少哥 你跟我说两句呗 呀 锅子 你在家呀 废话 我给你开的门 哎呦 你把和滴妹这说话了吧 你给忽略了 哎呀 来来来 坐坐坐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小哥 刚才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哦 是吗 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哦 怎么样 我准备和你媳妇啊 要补办一个婚礼 哈哈 不是 和你滴妹 哈哈哈哈 吓了我一句 下个月 哈哈哈哈 哎呀滴妹啊 行 没问题 我肯定是人倒离倒 哎呀 这个消息太好了 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 哈哈哈哈 怎么样 多意思吧 那还用说 对 那锅子和我什么感情呢 是是是 哎呀 哦 对对对 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 我给你拿 我给你拿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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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放心 这是第一家 在后面还有呢 谁着急 哈哈哈哈 来 爹 这是什么 清洁 下个月我儿子过满月 哈哈哈哈 你不刚生吗 下个月吗 哦 对 哈哈哈哈 八号 八号 怎么了 这个日子不好吗 哦 我们也八号 哦 啊 完了 你完了我完了 咱全都完了 怎么了哟 八号我儿子过满月 你这个地方我来不了啊 哎呀 孩子的事重要 我们都老夫老妻了 是吧 哦对 八号我们结婚 那你这边事我们也去不了了 是啊 那我怎么收你这个钱呢 对 啊 啊 不是 我是说我怎么就坐在你眼前了呢 哦 进来就坐吧 哎呀 很遗憾啊 是 我那个儿子呀很像你啊 对 嗯 他有口音 他说话就是很想我 对不 哦对 不是很想你 是很想你 对想我嘛 是很想你 你说清楚 我是说长得很像你 这下没口音了 你儿子怎么会像我 我老婆在这 你说你说你说明白行不行啊 这有什么说不明白的啊 我儿子是个小广头 果子是个大广头 他两个长得很像啊 吓死我了 每次我儿子哭的时候啊 我拿果子的照片 从我儿子眼前一慌悠 我儿子就不哭了 哦对对对 我可是我儿子的亲爹呀 我都不如你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明白了 你还不明白 我人到不了 李得到 哈哈哈哈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有我有 哎呀 你这儿弄的你是 干什么 你那个上哥 啊 上 不是 哎呀 果子 你怎么还跪去了呢 我给你拜个年 哈哈哈哈 哎呀 你看那 那那 太讲究了这个日 行了 那我走了 啊 走啊 上哥 哎呀 给我走 对 还上哥 哎 那个八号 哦 怎么了 我们补办婚礼 哦 对对对 哎呦 八号我来不了啊 不是 你你放心 我人虽然来不了 但是我理得到 上哥不要不要 拿着 谢谢上哥 谢谢啊 那就恭喜了啊 好好好 走啦 哎 再见 哈哈哈哈 我说什么来着 看见回头钱了 行了 别太贪心 回来一百吃一百吧 行了 锅子 你知不知道啊 人家都不情愿 人家都都说不 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 咱家这日怎么没法过了 媳妇 经过今天这些事我彻底明白了 我和他们一样 我学会说不 你保证不去吗 不 不是 我我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我再也不干了 你保证 我保证 接电话 喂 谁啊 哦 科长 您要过生日 说不 说呀 你说吧 我不说 说不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说不 科长 不 说不出来我 人家都怎么跟你说的 你刚才怎么向我保证的 我走了 不是不是 科长 不好意思 科长 这几天吧 我和莉莉都有事 对 什么事 那个 我出差莉莉做手术 怎么样 好 怎么样 好 这才是我的老公 有点像我的姓 什么姓 牛 你别说 说了这个不字以后 心里真痛快 真痛快 郭子 人人都学你 大家都说不 歪风邪气就能杀得住 是 人人都学我 大家都说不 搁谁头上谁发怵 爱谁发怵谁发怵 是 我觉得你们科长平时对你不错 他会不会这事 跟你们有点闹变 你们科长对我当然好了 我跟我 我们科长 不是 谁的科长 你们科长 我 你怎么不早说啊你 我一直让你说你不说 我 完了完了 这下我在我们单位怎么见缘呢我 怎么样 搁谁头上谁发怵 过来打电话 说我们俩能去 我出去 我去 我去 你做手术 我 我 做手术 我 不该去的你去 该去的你倒不去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 喂 喂 郭子 哎 科长 科长 对不起啊 科长 哎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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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理解 莉莉啊 锅子肯定是被分子钱搞得害怕 你放心 谁的钱我也不收 谁的礼我也不要 我就是觉得吧 这么多年了 咱们各忙各的 钱越争越多 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 礼越来越重 感情却越来越淡 我就是想借着我生日这个机会 大家聚一聚 好好聊一聊 别忘了 咱们可是老朋友了 科长 我们去 我们一定去 谢谢 谢谢几位的表演 这人道理道还真是现实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不过不是有一句话叫做 理清情义重吗 我觉得呀 人与人之间相处 还是情义最重要 没错没错 今年大年三十是吧 要不然 思思 我给你送个大礼吧 哎呦 您怎么突然这么大方 大礼 什么大礼啊 就是夸一夸你 夸我算什么大礼啊 你不刚才说吗 理清情义重不是吗 您在这等我呢是吧 我觉得要不这样吧 您也别夸我了 您夸夸下一个节目得了 下一个节目他还是夸你啊 下一个节目是杂技 男的技巧好 那女的长得漂亮 那女孩那个长得跟你一样啊 你们这漂亮 尤其你 你看 又怎么形容你呢 你长得像蝴蝶 真好 你们老家都这么夸人吗 我们老家蝴蝶就不叫蝴蝶了 那叫啥 叫破了蛾子 什么破了蛾子 接下来这个节目啊 无论是从内容技巧到包装形式 都是高精尖 最关键就是名字好听 不叫扑了蛾子啊 叫什么 梦蝶 Want to see i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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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